照片清楚拍下大船正在海上漂流 甲板上竟然起火冒出陣陣浓烟 橘红色火光下 右艘豪华游艇陷入火海 火势扑灭后只剩一坨废铁 这还是台湾游艇大厂东哥企业的船 三艘豪华游艇 有两艘在海上起火 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11号已经返回高雄港 大船停在38号码头附近 远远的就能看见 甲板上三艘白色豪华游艇 其中两辆外观完整 但另一辆船头船户被烧毁 观景平台凹陷 连掉币都留下薰黑痕跡 退库损失超过2亿元 不过业者说 船上三艘游艇已经交船了 就是卖出去 货品回损会算在船通头上 对东哥公司来说并没有损失 它的船是放在甲板上面 那烧只是上面烧 针对船的船体本身 大概不会有影响 火灾后的这些游艇 到底要不要卸下来 那这个大概是船方的一个决定 那如果要卸下来 就卸在高雄港 这艘船11月23号进港时就被拍下 当时载了一艘游艇 11月26号又载了三艘 预计开往美国交付客户 两天后却起火烧毁 其实东哥游艇在业界相当知名 品质有口皆碑 连健身房桑拿房都能在游艇上实现 几乎每辆游艇的价值都破亿 东哥企业创立43年 是上市公司 也是亚洲第一大 世界第四大的游艇公司 也和西雅图设计师合作成立自创品牌 连伯流总统今年3月来高雄港 就是参观东哥的5亿元豪华游艇 专做外乡市场 这一个月内股价更飙涨一倍 获利乘风破浪 TVBS新闻林一方宋家居然高雄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